草鱼买回来不要除了水煮就是红烧 今天这个做法不仅简单还更加好吃 先找一条哈托托的草鱼去头去骨去鱼排 其实片鱼片的方法非常简单 只需要刀向下压斜刀45度 就跟切豆腐一样就能轻轻松松的片出鱼片 片好的鱼片放一勺盐刷拌均匀 再用清水清洗干净 这样不仅能去除鱼肉里面的腥味 还能让鱼片更加的别劲 把水分控干再放入盐鸡精胡椒粉和少许料酒 腌鱼片的秘诀你们都带回家 能不能把免费的小红青留下 非常感谢 轻轻的刷拌到水分完全吸干 再放入半个鸡蛋清刷拌均匀 最后再放入少许的红薯淀粉刷拌均匀 这就是鱼片的正确腌制方法 先起锅烧油放入鱼煮煎至两面精华 再放入姜葱蒜和青红辣椒炒出姜味 加入适量的月水开始调味 少许盐鸡精胡椒粉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青花椒酱 只需要一点点就能又麻又香 再放一点青笋片 煮熟以后捞出来垫在碗底 再次把水烧开均匀地放入鱼片 刚开始下锅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冻它 煮到完全变色 轻轻地推两下再倒出来 有条件的撒点葱花 再简单地攒个油 这样做的鲜椒鱼麻辣鲜嫩又好吃 喜欢就赶紧去做吧 再次把鲜椒放入鱼片